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格干家庭 格干家庭这个名词大家也许比较生疏啊 大凡啊在我们这个升学参军办户口 您都需要填写家庭成分啊 这么一个一个项目啊 格干就是其中一种 咱们先不说这个 先说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地主富农资本家 贫农雇农贫下中农等等 还有赤贫 这都是从这个贫富程度演化出来的 细枝末节啊 格干也是其中之一 我不但是赤贫 而且由于父亲是三四年的中共党员 所以他就我有时候填表的时候 老师就让教导我 应该填赤贫点格干 有的人就填格干家庭就可以了 但是呢还特别强调 因为你比贫农还要穷 越穷越光荣啊 就是说是越在这个社会上可以立足的 所以我的这个表格上一般都要填格干 赤贫 朋友们 我刚才呢引用了胡喊第246集的一部分内容 我觉得那一集开头啊讲得不错 正是我今天所要深发的一个话题啊 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刚才那个开头说了啊 我们自小在填表 身份啊等等填各种表格的都填的是格干 赤贫 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 对人进行等级分化的这个 这个要求啊 这展开了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我遭受到一次打击 是在上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 我们一个班主任一个女老师啊 她有一次在批评我们这些某些人的时候 她说了啊 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女啊 有几个成气候的 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谁谁谁谁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身份背景 都是地富反坏右 甚至还有被镇压的这个反革命的子女 你瞧瞧人家 不是学生干部 就是小队长 中队长 甚至有一个还被评为市里边的 这个优秀的商人队员的这个标兵人物 差点就成雷锋了 而这个人呢 他也是出身地富反坏右 他的家庭 他的父亲 我当时听了这个以后 遭受了莫大的打击 我一直以我的成分是格干 就是革命干部和赤贫 不但是贫还是赤贫 赤搂搂的嘛 要现在讲就叫裸贫 听了这个老师对我评价以后呢 我非常愤怒 愤怒归愤怒 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小孩 文化革命的前夕 这也说明了文化中有很多学生是带着一种报复心理 不光是因为这个成分这个话题 还有种种心理 这些老师不顺眼 比如先日三西中那个著名的被打死的王冷老师 他对学生比较严厉 文化中就遭到了学生的毒打 以至于最后打死 这个老师这样评价我们 我当时的确是接受不了 又不敢造反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也开始思考这个老师的这个话题 他说为什么那些出身往往不好的人 他们就非常努力呢 就改变了自己的状态呢 直到我去社会流浪 文革中嘛 又去修铁路 复合闹革命 修完铁路以后呢 进了工厂 炸缸断缸炼缸 干了十年 在这期间呢 我认识了一个起重车间的一个小伙子 我这就说到人学了啊 我再描述一个人物 这个小伙呢 我们暂时就叫他S S呢 面孔白皙 个儿不高 单眼皮 头发漆黑 给人一种特别单纯的感觉 在下人的黑眼珠 清澈的黑眼珠 我生活中接受的第一个回名就是他 特别爱看书 中外古今明珠 他看了无数 爱说 别的话题没有 说到书 他的话题就非常值得 而且呢 他和我们还不一样 讲谁打败了谁啊 他多是讲的感情 他似乎从这里边 总能发现一个人的 一个将军的柔情一面 又能发现一个女性的 他那种暗藏的阳刚之气 各色人等啊 在他嘴里说出来啊 都那么充满着感情色彩 所以我还是挺喜欢听他讲这些东西的啊 但是呢 我从我这个工友 没眼里啊 和行为中和我们交往中啊 总是发现他有一点什么呢 不能说是猥琐吧 准确点讲就是那种自卑 有一种自卑感 哎 我今生就这个事 谈一件什么事 谈不拢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老这样想呢 我就有点急躁 说急了 他也会解释的 他怎么解释呢 是和呀 你也别急 我和你不一样 哎 我听这话 莫名其妙 你和我怎么不一样呢 同样的年龄 同样的学历 同样去修铁路 回来同样在钢厂 我们干的都是苦力啊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也爱看书 我现在也爱看书啊 我出身不好 不像你们 父母都是干部 革命干部 这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那不是一般的 你不在我这个角度啊 你根本不理解我 他这话开始说 我也不爱听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们经常被这个 尤其文革中啊 经常被那个社会啊 被造反派啊 被红卫兵啊 攻击 说我们是有自来轰思想 自来轰思想是一个什么思想呢 自来轰啊 这是文革中流行的一段 也就是牵强的讲的话 有点像现在的所谓的这 红二代 红二代是外人给他命名的 而自来轰呢 是这些子弟们发自内心的 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感到非常优越啊 就不说他们吧 社会上呢 有很多爱附庸风雅的 都学这些所谓干部子弟啊 他们穿什么鞋 穿什么衣服 说话爱谈哪类话题 他们都要学着来 而这些子女呢 也就滋生了那种自来轰思想 而这个自来轰思想的啊 在我这个朋友圈里啊 当然都是些干部子女啊 非常反感 这外人根本不是 我们也非常反感 当人们说我们有自来轰思想的时候 我们感觉就好像是吃了屎一样的 谁拿砖桶给我们偷上闷了一砖似的 真的是那种感觉 感觉特别耻辱 谁要是跟我说急了 真的 我也跟他吵架 以至于上手 你才有自来轰思想 你全家才有自来轰思想 就是他现在爱说那话 真是那种心态 但是呢 说久了 这个S这个小伙子啊 说久了啊 我也开始引起注意了 我当然了解他的家庭 父亲被镇压了 为什么被镇压呢 我不便多说啊 总是因为政治原因 镇压是什么意思呢 枪毙了 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50年代嘛 60年代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S呢 跟母亲 还有一个妹妹吧 哎 他们相依为命 在这个社会上 卑微的生活着 之前呢 我们距离很近 但是我不知道 他就在我们家附近住着 每天早晨呢 要被别人起床 早两个小时 干嘛呢 扫马路 他的母亲呢 就靠扫我们 就和平门外那条和平路 带大了这一对儿女 可是我们不知道呀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 我们成了公友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他的母亲 现在已经吹吹牢蚁啊 还在扫马路 现在呢 我走在这条 已经走惯的这条马路上啊 总有那么一点 不是滋味的滋味 因为我认识了 我这个朋友 他们也是住在这个城中村 当时的城中村的 一个破房子里 慢慢的慢慢的 我也就对这个朋友 有了理解 那种理解 尽管还是浮浅的 表象的啊 他自卑 他家庭所谓出身不好 所以他要努力 等等等等啊 他除了爱读书之外呢 利用所有的时间啊 干什么呢 有事没事的 就到书记家去 他的上头的第一层官僚 就是党支部书记 厂长他还够不着 车间党支部书记啊 他有事没事 有一搭没一搭的 就去他们家里去帮着买煤 买粮 那时候定量工艺嘛 都是在煤站买煤 在粮站买粮 对吧 每个月有那么一次 他就去帮忙 带着这个书记的儿子啊 到大街上去溜弯 这都是他干的事 甚至还有更理系的是啊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嘛 他有一段时间啊 甚至想蹭这个书记的女儿 我当然对他已经开始有所了解了 我说你这样八戒也行 那样八戒也行 他说你别这样说嘛 你怎么怎么怎么 我说别计较啊 你就是八戒 想改变你的身份对吧 身份不好吗 成分高吗 你去给他买粮买煤 带孩子溜弯 是初级水平 你的高级水平 就是蹭他的女儿啊 感情这事难说 万一要蹭上 你不是就是驸马了吗 我说这话不是挖苦他呢 我真的是这样 替他考虑的啊 他也点头说 也是也是 他真让 我们是谈话很透极的啊 当然了 这也没信 他就凭他那个自卑啊 那个卑微的那种心态啊 那个身段就未免太低了 哎 我也鼓励过他 但是没用 这是与生俱来的呀 自从家里出现这种变故以后呢 他就这样卑微的活着 活在这个世上 而这样的人啊 在我们这个社会 太多太多 后来这些朋友怎么样了 后来不是我的朋友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由于他把大量的精力啊 放在了这种 就是阿谀啊 说难听点就舔菊 以至于后来呢 把我们这些朋友们都忘了 淡漠了 渐渐疏远 不光是我 他的周围的朋友都这样 大家对他开始反感 你认为他是那种人 哪种人呢 大家知道 不食人间烟火啊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当然后来我们不是朋友了 也就不知道 所以然 是不归之路呢 还是入了庙堂呢 这我都不知道了 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工厂 关于他的话题啊 我也就说到这儿 这时候我就要提到一个人 大家知道 娱乐客 很多人知道 娱乐客 就是那个著名的出生论 那篇文章的作者 后来被枪毙了 42年出生 文革中在中学文革报上 发表了这篇文章 后来呢 在人民机器厂工作 68年逮捕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70年一打三反中啊 把他定性为这类分子 什么叫一打三反呢 一打就是打击反个媒分子 三反呢 反贪污浪费 反投机倒把 反扑车浪费 一打三反啊 把他归为这个里边 这个还不是实质啊 娱乐客的命运啊 他最后在70年被枪毙了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当场宣布 押送刑场枪毙 死的时候才27岁 难道仅仅就是因为 写了一个这个出生乱 至今啊 众说纷纭 有时候又牵扯到林彪啊 什么 有时候是67年 他到长春去看武斗 67年正在武斗全国嘛 他到长春去 听说武斗很凶 他跑那去看热闹去了 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就发武器 他当时领了一个手榴弹 好奇 带这个手榴弹回来北京 回北京以后越想越怕 就跑到香山 北京香山 埋了 埋了 但这事被公安局盯上了 说他要阴谋 炸死毛泽东 这个荒诞不经的事很多啊 我们只想说什么呢 娱乐客的死亡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更多的说法都是因为出生论 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说的这个话题啊 因为他是资本家出身 50年代父亲又化为右派 而他呢三次考上大学啊 不能入校 考上了 由于成分上不得学 所以他对这个成分论这个动摇 这个话题啊 特别忌讳 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所以在文革中 他写了这篇著名的习文啊 出身论 影响颇大 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 就在今年的五月份啊 我在那个《乌有之乡》上 有一篇文章 在分析这个娱乐客 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里面竟然把这个娱乐客的死了 又提出了一种说法 说娱乐客的死了 是因为他和江青 和这个中文文革 是站在一起的 而当时江青呢 出于这个功利的目的啊 和北京的这个干部子女 发生了冲突 干部子女不是成立了联动吗 而且坦内夫嘛 那时候喊出了那个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这样的出身论色彩的这种口号啊 而且成立了红色恐怖组织 就是联动 杀人越货 无恶不作 这样一个组织 全部由革命干部子女组成 统一穿的那种军装 蓝制服 白塑料筐眼镜 穿的鞋 这些都是内蒙出的那种白底黑皮边 灯心绒面 两边带松引带的那种板鞋 以至于后来干部级别不够的老百姓的子弟都不敢穿这种鞋了 这穿这鞋你要够资格 你的祖辈是格干吗 你是干部子女吗 你穿这鞋冒充 鼻子里插大葱 装相 这些子弟们跟江青有着激烈的矛盾 所以江青还有他的吹鼓手 桌笔匠 纷纷撰文和批判以出身论为特色的组织 而这时候娱乐客是第一个写出出身论的作者 在这一方面他当然和江青是站在同一个观点上 虽然他的目的不是这样的 他是为自己的身份的遭遇 民不平 江青呢 而是为了功利的和这干部子女发生冲突啊 乌有之乡这篇文章的认为他就和江青是一派的 这又是一种娱乐客死亡原因一说 大概是2009年吧 还是10年啊 我和这个高瑜大姐 还有张耀杰 阿尔几个要好的朋友 我们到这个宋庄美术馆 宋庄美术馆里啊 立起了在当今中国大地上唯一的一座 娱乐客的这个雕像 雕像的前边有这个 就是娱乐客的一段名言 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这是娱乐客的一段著名的这个言论啊 经过我的努力 我也达不到 我的出身已经被注定了 所以呢 我在文革中呢 对待这些主张老子英雄而好汉的这种人啊 当然持反叛的态度 我怎么能和江青是一个观点呢 我刚才讲的我那个钢厂那个工友 S回民 他就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 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否则就是世袭啊 成辉 大家有空看那个246期胡卡就知道 他最终是失望而放弃了 整整花了60年的时间 他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枉为啊 而我这个S呢 我们由于种种原因看到他对干部的那种阿鱼啊 我们分道扬镳了 所以并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努力改变这种所希望达到的权利呢 是实现了还是没有实现呢 娱乐客说通过个人的努力达不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等于就是要推翻他这文革色在文革中啊 可以看出了各色人等啊 各种观点啊 都在努力在这话题上试图翻身 只不过熟徒能同归吗 未必 个人的结果都不一样 女风将手成亏 到老了方为明白 这个S呢 前途渺茫 是不归之徒 还是一片光明的 未可知 而娱乐客呢 为此还丢了性命 被枪毙 我说这件事情啊 看似都是历史啊 都是我们经过的历史 而这种现象呢 还在新 是在新的一代里 在新的人群中啊 是否沿袭了下来呢 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住在这个漂亮广场 北京的亚远村漂亮广场 后边有个部长院 雅园 那时候呢 院里就剩我们两家了 我们家 还有一个江泽民的妹妹 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嘛 属于林业系统的 房子全空着 后来新上任的这个部长 陆陆续续有进驻的啊 山东调来的 安徽调来的 陕美调来的 好事情啊 新一代接班嘛 这是好事情啊 那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 逢周六周几的时候就看见那个门前乌乌扬扬的一群 手里一律提着 红红绿绿的礼包 拎着 在大门口和警卫商量 看谁啊 警卫问 哎 某某部长 李部长 王部长 警卫都不熟啊 说新来的部长 是那个谁吧 是谁谁 以时难以确定啊 哎 这个新部长下去了 哎 这么一接待 说这自己人 哎 这才放了进来 然后接着呢 部长就带着他们到了这个漂亮广场 里边有一个撬江南 连锁店餐馆 这个餐馆很昂贵啊 大白宴席 接待乡亲们 这都是人之常情 本无话可说 但是呢 我忽然想起在那个开国大典 那个一个故事片里边 不是有湖南来的老乡进了中南海 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 说来干什么来着 我们要为你守好这个江山啊 这不是笑话啊 哎 注意 这是不是新时代的出身论啊 从泥腿子到穿上的皮鞋 从低端 到了高端 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吗 低端阶层 是不是有点那个鸡犬升天的意思呢 这中国老话了啊 不是挖苦他 你这是自己对号入座 往深想 那就是新的出身论 一代一代传 先是传出外族 一个乡的 再传再传传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他们是谁呢 那就是老子英雄 老子反动 老子混蛋嘛 新一代出身论 在我们这块 悲壮苍凉的土地上 造孽 我今天不小心啊 举例就举到了这个娱乐客 娱乐客是我的偶像 但是呢 我今天讲的是一个有点默论两可 我在结束的时候 讲这么一段故事啊 看能不能够把这个故事啊 说圆了啊 1968年 张丁啊 画家 著名的老画家啊 张丁的儿子张郎郎 他们呢 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组织 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太阳纵队 哈哈 够血腥的啊 后来因此呢 张郎郎被打成这个反革命啊 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呢 恰好和这个娱乐客同意监食 他就问过这个娱乐客 说你为一个出身论就要丢掉一条命 值不值啊 娱乐客怎么讲呢 对了 和大家想的一样 他说值 就一个字 值 所以说娱乐客 他是一个殉道者 他为自己的信仰 做出了牺牲 仅此一点 我向他致敬 所以娱乐客呢 他在我的意识里啊 他就是圣人 就像宋庄的那个雕塑一样的啊 令我高山养止 而更多的人呢 是我周围 跟我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无数个S 就是小回民啊 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啊 更为其多 我相信 听今天胡喊的朋友 你们稍稍用那么一两分钟 去想一想自己身边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 甚至您自个儿呢 我们为什么同是一块土地 一样的鼻子脸 一样的皮肤色 像张明敏歌唱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呢 我们却被分为三六九等 尽管现在这个阶级的色彩 已经不是非常明显了 但是我觉得 滋生这种阶级论的这种土壤啊 还在 随时有复辟的可能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要千万提防 回朝那将是一个怎么样的噩梦呢 到那时候就不是我今天口述的过往历史 而是活生生的 发生在您自个儿的身上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深刻的思考 提防他 监视他 以防他的腹病 就为此 我谢谢了大家 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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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